他很喜欢你 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 在他的钱夹子里面 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 所以就没有提起 我昨天接到了消息 他们家已经出事了 他那个傻儿子呢 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 没想到 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 是当地的黑帮成员 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 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 可人家还是死票了 尸体被找到的时候 全是没有一块好肉 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 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 据说现在还在医院 一直都昏迷不醒 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自己的亲儿子 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 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 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结果说没就没 白发人送黑发人 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 又有什么用呢 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 备受煎熬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那我不可怜吗 他的儿子就是因为 喜欢的女孩子 跟黑社会交往过 结果就死了 你呢 对不起 大夫 这有些人 都说不在家 这位 第一个 还说他 他说他 他说他 我拿着酒 这回事 我听了 是 好 我们两个呢 各退一步 那我可以让你出去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可以和吴剧 还有齐天两个人见面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相信 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好吧 听你的 好 饿不饿 我叫吴妈帮你煮一点吃的 我想吃 张继眼镜面 好好好 我马上去买 我帮你买 你等我啊 你们可以撤了 是 你等我 我很快回来啊 等我 你怎么在这儿 安顿 还真是你在这儿 我就知道 这么晚了也就只有你还没走 你别告诉我 你这是刚来啊 那你呢 牙盖就没回去 在这儿瞇了一会儿 刚上厕所出来看有灯亮着 就来看一下 你说这副队还没回去呢 我哪好意思回去啊 既然我们都没回去 那就交流一下工作吧 来 你好 走 我最近在想啊 自从抓住乔尔以后 我们办的案子就没有顺利过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总有一种无力感 那是因为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现在案情已经更清晰明确了 你应该给自己放松放松 可我放松不了啊 就说那宋还是吴炬干掉的 要是没有他 宋嫂带着齐天跑了 我没有功亏一篑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如果吴炬 他是一个真的好人 是个好市民 那该有多好 安宁同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 你应该知道 客观事实 是不会因为个人的 主观意志的需求而改变的 我知道 所以我就是想想罢了 虽然说 宋确实是被吴炬干掉的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我们的大理支持 没有我们提供掩护和支援 就凭他打死人这一件事 就够他好好喝一壶的 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 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你看 万言斌集团 在两江市存在这么多年了 多少同志一直想要抓到他的把柄 只是一直以来呢 什么都没有查到 但是呢 在我们十一支队的努力之下 在你的带领下 我现在不是子宽啊 从乔尔开始算 我们查出了刘涛 老白和杨超宇 相当于是断了他们一条 运毒路线 后来呢 我们又除掉了宋 极大的打击了 那些毒贩嚣张狂妄的气焰 所以你看 我们十一支队 已经在你的带领之下 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 安宁同志 陆是一步一步走的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 我们和毒贩之间的斗争 是持久战 是拉锯战 我们不能因为 一两场胜利就掉以轻心 也不能因为暂时小小的挫折 就失去对完成未来使命的信心 你懂吗 赵叶磊同志 赵叶磊同志 我觉得你当我的副队 真是太可惜了 你应该去当政治部主任 安队 你这是埋态我呢 我觉得给你当副队 这是我的荣幸啊 不过赵队 你说得挺对的 是我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放松啊 你想想 从我们调查刚刚深入 就开始意外百出 现在邝总还怀疑 我们内部有黑镜 但又没坐实 你说我怎么能不烦啊 安队 你放心吧 如果有黑镜的话 我一定帮你把它救出来 车费没付呢 车费没付呢 倒下给你 没想到你竟然先出来了 正儿 去救护去 去 你干吗 你不是没钱吗 这是什么呀 给我 给我 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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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给我 别 不要这么跑 钱呢 货呢 你没有货 我没有货 我 滚 行啊你 现在都学会打你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可以哟 你看你看你看 来来来 照顾好你嫂子 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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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说 几天 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在后子里面听说 那个 我一个发小在丽珊那边 做买卖 准备做业务 你只要发我过去 我去 绝对能还你钱 你这是逗我呢 我放你去丽珊 你要是拍拍屁股走了 我怎么办 说 马哥 马哥 我不是有我老婆吗 现在你这儿 我搞到钱来领他 我搞到钱就回来领他 你小子真是个人子 我在任劳混了这么久 还没见过比你渣的人渣 说人都是好的 说你狗渣都是侮辱狗 是是是 我 我不是狗 我狗都不如 慢走 慢走啊 慢走 小夜官 回去吧 那么没事的 走 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我屁股都快疼死了 我屁股都快疼死了 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到西南地界了 下了高速 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我都快累死了 休息没问题 但要提高警惕啊 越到边境 检查越严 我才不信 我才不信 前面又有警察 那怎么办 方军送了 保持冷静 好 好 我们出示一下 你的驾驶症和心理症 好 好 好 来 好 熄火 好 出示你的驾驶症和心理症 好 有 有有有 来 给 来 把毛巾摘了 好 给 注意安全 走吧 谢谢 等一下 下来 我们要警察会出现 快点 下车 快点下车 下车 快点 快点打开 打开 这里边都是娃娃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好不好检查不是你说了算 打开 快点 果然吧 来 好 这是什么东西啊 玩具 拿下来 我们检查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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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转过去 退后 退后 我冷静就死了 睡会儿 如果说什么 一批就是一个错 吴音乐 或是在这 里面可以尽洗衣服 我用的 他用的 很无计章 一批就是 我用的 我们要用的 你就是在衣服 鲜威什么的呗 好 走吧 好 谢谢啊 走 小心 好 可以走了 谢谢 谢谢 走 你也太神奇妙算了 要不然准出事 这哪是神奇妙算啊 这常识 越往边境走 检查越多 而且更严 要是活在玩具里 肯定出事了 滚 哥 咱们这么费劲干什么呀 这一路有没有警察查 现在没人查 不代表一直没人查 赶快撞 你太情人优天了 听你的 快到丽山了 到了丽山离边境就不远了 胜利在望 总算快到了 我都快累死了 好 过了你就睡会儿 哥 我实在困得不行了 您坚持会儿 开车小心点啊 听说你们又熬了一宿 厉害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跟你说件事啊 送死了 是吴聚干的 而且是吴聚和吉天联合警察社的圈套 把宋弄死的 联合警察 嗯 他们 不是一起投靠博士了吗 那是 投靠博士之前的事了 这俩人可以啊 又帮着警察抓宋 又帮着博士做事 他俩是想 两头通吃啊 是啊 不过宋是歹温那个老狐狸的头号干枪 歹温之所以同意你涨价 估计啊 就是和这件事情有关 那就好 走吧 月 咱们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好啊 走 老大 老大 什么事情啊 已经收到消息 歹温正在准备新的毒品交易 我们是不是 可以干上他一票 而且上次的仇 还没有找歹温报呢 不用 先监视交易的动向 我们既然达成了和平 多少还是要遵守一下的 是 行李 行李 救命 李毕 坐 我们请邝总队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 同志们 根据丽山警方的情报 说有毒贩 在丽山会有大规模的毒品交易 毒品的源头就是两江 交易的毒品就是冰岚 局里决定由我带队去丽山 和丽山警方合作 联合照顾毒贩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 我去厕所 你去不去 我不去 我甚好 这 我去厕所 你去不去 来 这是我 你去外面 看我们一切 来 去下班 去下班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出 整个S国 谁能吃下这么多病来 你还有多久到丽山 就快到了 好 我今天就会带人 坐飞机过去 到了丽山之后再联系 好 什么意思 你到丽山干吗 我们被发现了 丽山警方发现有毒贩在丽山 要进行大规模的毒品交易 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你们 要小心 我知道 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上厕所 就跟过来了 谁知道这是你的坑 去吧 再来一杯 我请你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况且我也不忍心看着 这么漂亮的姑娘 独自在这儿埋催啊 首先我不沦落 其次我也没看出你沦落 所以请你不要来套路我 你不知道 我是假装欢颜 故作潇洒 我爱的男人不在了 而我却跟我不爱的男人 生活了好多年 你是编的吧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就好像你 现在不也正因为失恋 在这儿独自买醉吗 你到底是谁啊 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 我不知道 但我能看得出来 我也是女人 而且是那种 经验丰富的女人 那你既然这么厉害 那你既然这么厉害 那你当初 怎么也和喜欢的人 在一起啊 爱情是爱情 婚姻是婚姻 我爱的那个男人很强势 而我也很倔强 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合适 而现在 我的男人 虽然我不爱他 但是他对我还不错 很关心我 这间酒吧 就是他怕我无聊送给我的 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娘啊 你是个 很有故事的人吧 有酒有故事 来 我叫王月 以后欢迎你常来 没问题 不过 今天不是很方便 带了两个偷油瓶 李姐 是你爸派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啊 像你高失恋 没有爱人 现在除了你爸 谁会这么无微不至的 派人来照顾你啊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改天 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 一言为定 您好 邝总 您好 李队 过年不见 还这么精彩 您好 这是丽山基督大队的李队长 李队你好 我是两江禁毒大队十一支队的队长 安宁 安队长 久仰大名 这些是我们专案组的成员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走吧 请 我去 总算要到了 我这个老药都快断了我 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还稳吧 好 我们先去吃饭 再去按摩 我现在特别想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缓解一下这漫长的疲惫啊 行 满足你这个愿望 好 这个人叫老黑 是丽山一带最大的贩毒团伙头目 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很久了 但是一直找不到具体证据 直到最近我们收到现报 说他近期会在丽山交易一批冰栏 数量巨大 而且毒品源头来自两江 所以我们申请和你们联合行动 另外有消息证实 他和S国毒销歹温联系紧密 有可能是歹温在栗上的代理人 冰栏最大的买家 的确是歹温 如果老黑真是歹温在西南省的代理人 那这批毒品啊 极有可能和歹温有关系 可据我所知 以往的冰栏交易 都是在S国境内进行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两江的贩毒网络 主要是由两个人负责 一个是万言兵 万言兵呢 一直负责和歹温之间的毒品交易 但是他违反了他跟歹温之间的原则 向S国的另外一个毒销 尼昆供货 这导致了尼昆和歹温之间的战争 也丧失了歹温对他的信任 所以呢 歹温就派他的头号干将宋 到了两江想找博士 这个博士呢就是冰栏的生产者 他之前就是齐太的合伙人 齐太死了以后 他选择继续和万言兵合作 后来呢 后来他们的中间人死了 宋也被我们抽调了 我们现在怀疑啊 歹温呢和这个博士又搭上线了 博士派人来送货 但是呢 他和歹温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选择了在栗山中间点进行交易 听您这么一分析 我觉得极有可能 那现在他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咱们有掌握吗 根据现报 两天后的晚上八点 在南郊仓库交易 好 我希望这次能抓火口 这对我们破获整个冰栏贩毒集团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 那下面我就说一下具体的任务和分工 好 应该怎么办 的 我觉得感觉我们别人 李峰 这刚一到山就打电话了 这GPS挺厉害的 可以这样一路跟着咱们 赶紧 喂 你们到立山了吗 刚到 怎么了 很好 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 具体的时间和截图地点 到时候 到时候也太含糊 太不确定了吧 我们怎么知道 还要等多久待几天啊 喂 他说什么 他说 叫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到时候再给我们通知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这也太夸张了 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服了 都到地方了 行了 先别管他了 赶快找个地方 先睡一觉吧 对 睡觉最重要 说什么事 我希望你今天要看 我去 这地方很一般 得了吧 那一扯货还住五星级酒店啊 你好 你好 一个不要接 麻烦身份证 房间两百 押金一百 给你 稍等 给 谢谢 前面右拐 谢谢 我太累了 我再也不想坐很久的车了 舒服 还是床舒服舒服 得了吧你啊 一上车就睡 我可看了一路 浑身都黏了 要能泡个澡就好了 就这地方还泡澡呢 能淋个浴就不错了 下次啊 我请你去日本泡澡 泡温泉 去 你先洗还我先洗 你先冲吧 我去可可 我等会儿就来 快滚 疯啊 你这样 我去啊 喂 你拿我电话干吗 你来了个电话 我帮你接了 是吗 谁呀 我也不知道 刚接就挂了 神神秘秘的 什么神神秘秘 打过去过就知道了 我说你这样 这不是 神父 说你走吧 我把你带出去 你让我去 你带出去 我带出去 你怎样 我带出去 他就家伯母 你带出去 我带出去 我带出去 喂 你是谁啊 喂 你好 我是晋江白酒厂啊 我们这个企业呢 是一百多年的龙头企业 我们这儿的生产的白酒呢 特别好喝 非常地纯香 你神经病啊 大半夜不睡觉啊 骚扰电话 我也是服了 还有没有人管管了 这么多骚扰电话 行了 赶紧冲凉酒吧 你等着吧 走吧 揍手 在床上睡觉也太舒服了 吴俊 吴俊 吃早饭去 肯定是累着了 我去给你买早饭 吴俊 哥 你别睡了别睡了醒醒 你醒醒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车没了 什么 现在咋办 因为昨天就停在这儿的 睡一觉就没了 我也记得停在这儿的 对了 GPS 别想了 肯定被破坏了 我去 完了完了 第一次出任务就出那么大事 博士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 毕竟 好的 那一个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 我们先去保安室看一下监控 行 送死了 你就要挑起大量 不要总是一副不成器的样子 当年 你也是一把快刀 这些年沉迷久色我也没管你 但现在你要再不振作 你可不要怪我这个老板 对你手下无情 老板 我们之前 是在送的大树底下好成粮 俗话说 大象终有脚踩毒蛇之石 现在送死了 我们自然会变成大象 来为老板冲锋献阵 没了 那就好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做 你是说尼昆 不错 虽然我们和尼昆 暂时搭调了和解 但这其实不是和平 只是暂时的停战 那我就放出 更高的花红 重伤之下必有勇服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治得了他 不急 他现在散尽家财 招揽了一批亡命徒 朕要和这批人交手 恐怕除了你 没人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你必须招兵买马 再去找尼口算账 好 我明天就开始操办此事 还有老黑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老板 您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只要老黑他们一接到户 就会第一时间送到这儿来 那就好 万颜兵一定想不到送死了以后 我们这么快就直接和博士合作了 就这么让别人从你眼痞子底下把兜宜给偷了 你们保安干什么吃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自己也不清楚吗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 自己看不出东西怪我 我讲道理东西就不会丢了 对不起 他不会说话 事情既然出在我们酒店 那我们这边肯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们调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两位与其在这里为难我们 还不如早点报案 早点把小偷找到 毕竟这时间不等人 要是这车直接出了城 这后面的事情可就更难办了 你说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 东西是在你们这儿丢的 收钱的时候怎么没说少收点 你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冷静点 忘了我们来干什么呢 冷静什么呀 东西都丢了 好了 你们别在这里吵了 如果你们不报警 我们马上报案 好吧 别别别 这事我们自己扛了认倒霉 不过丑话说前面 这事就算翻篇了 如果你们嚷嚷出去了 别怪我们真找了你们麻烦 行 你既然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们当然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这样吧 就这么说定了 好 走 记住了啊 怎么办呀 怎么办怎么办 这么大批火 完了 完了 你别晃了 晃了头疼 我着急呀 哥 咱们第一次运货 就丢了这么大一批货 出了这么大状况 不是是个善茬吗 都会饶过我们吧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我去找 你现在老老实实在宾馆待一掌 哪儿也不能去 找车的事交给我了 别呀 爸 你一个人去 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 我不放心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行 我们必须有一个人 留在宾馆 万一出什么事也好照应 你等我电话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你第一天认识我 你小心点 行了 保持联络 我还没有 我ட了 还要我 我都把你打去 我还没办法 到底在哪儿呢 我可以 你来 我我给你 你给你 你给我 你给我 我给我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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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 我正在找他 你怎么找 这里可是历山 人生地不熟 两眼抹黑 你怎么找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 挨个挨个看呗 总会知道在哪儿的 你说得轻巧 我就告诉你 或要是找不回来 我要了你的命 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 还有吧 你别总是老跟着我 否则我就 怎么 你还想对我动手啊 不信你试试看 你 你什么 告诉你啊 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 记住 别让我跟着我